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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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這幾年都是醫療服務的用家 不論是公營或私立的醫院 我常常都會出入 所以都會有很多經歷 例如使用到公立醫院的服務 因為可能我當時突然在家發病 一發病就唯有打狗狗狗 打狗狗狗 接著就發車來 發車來就去醫院 醫院就分流到我去急症室 去到急症室其實我很深感受 那個感受就是我左邊的病人 吐到是我前所沒見過 有人可以吐得那麼厲害 但他是日本人 醫療人員就要很辛苦跟他溝通 用一些很簡單的英文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香港的醫療系統 其實已經是負荷到爆棚了 大家都猜錯那邊就是鬧的膠 那我那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一半條病 但我感覺到我自己好像在一個戰地裏 這樣我去到私家醫院 醫生也是判斷我 要入醫院 但是醫生就非常之含蓄 又口疼疼地說 李小姐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沒有床位 不如我幫你打針 你坐在鱗椅 坐30分鐘 看看會不會好些 那我自己在這幾年患病 得出的感受就是 要靠自己 亦都不需要別人同情 亦都不需要別人憐憫 因為這條路是傾虛的 在精神或者肉體上是痛苦的 那雖然可能在座會有人覺得 為何對自己這麼苛刻 或者對病人這麼苛刻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病人 是沒有人可以幫到你走出這條路 但是與此同時有第二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有伙伴 即是可能是你的親人 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長輩 可以陪伴你走這條路 因為這個不是陳康濫調 有人陪伴是可以幫助到你康復的路 50%或以上 因為精神上的痛苦 肉體上的痛苦是更痛苦的 比賽還是更快 這些詞致歷一師 他在免? 是